好,感谢各位行家来采访,今天是记协会员大会, 我们顺利产生新一届执委会, 这届执委会由陈朗昕我本人做主席, 另外我们也多了两位执行委员, 令整个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9人, 很多谢两位新的朋友继续加入, 还有现有的执行委员会继续服务记协, 另外我们在会上也通过了接纳尊子先生, 成为我们的终身维久会员, 值此感谢他对新闻界四十几年五十年来的支持, 我主要交代是这两件事,大家看看有没有提问。 你好,明欧记者,想问一下, 就着记协前居民业不平的事件, 警方对于采访工作的定义, 好像有点和记协有点出入, 你担心会不会之后, 传媒出去采访的工作会更加困难, 另外就是警方和保安局多次反驳记协的声明, 甚至要记协撤回, 你有没有感到有压力, 还有会不会觉得之后都很难为新闻自由发声, 还有担心会不会有实际效果, 还有就与这件事, 政府有没有和你们开会, 找你们谈关于新闻自由的议题, 好,这次有三个问题, 第一个问题, 关于麦燕亭的採访, 警方和我们看法不同, 麦燕亭女士的採访, 当天被警方带走了四个小时, 开了铜锣湾这件事, 我们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, 在我们的福讯那里, 我们比较失望的是警方, 最终都好像无回应我们提出的问题, 而我们其实都不排除的, 都知道当天工作的时间, 还有会现场是可能有些混乱, 都向警方提出, 会不会有些沟通的问题或者其他, 但是可惜警方都没有回应, 对于是怎样为之一个采访呢, 我想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是会最清晰的, 所以我们都愿意, 我们都说如果警方是不清晰的话, 我们愿意跟他们去交流, 告诉他们, 其实有很多的形式去采访的, 当然在我们的经验里面, 觉得警方有时候真的未必会理解,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, 我们亦都在信里面说了, 我们是重视和政府, 保安局, 和警方的工作关系, 如果大家有些什么的误会, 或者有些什么的理解不同, 大家可以是去沟通的, 不过答你第三条问题就是, 可惜其实由一些时间开始, 局方, 保安局, 政府, 和警方的沟通, 官方正式的沟通渠道, 我们是比较不相信的, 我不理解是什么原因, 亦都不揣测是什么原因, 不过记协作为今天依然是最多, 现职新闻工作者的工会, 我们都长期关心, 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话, 那我们希望, 我们都还可以和有关方面去谈, 特别是在中审法院, 就蔡玉玲案那个上诉, 是判了蔡玉玲胜诉之后, 有很多查册的做法, 我们都希望和有关方面去再谈, 再去理解他们会怎样做, 当然如果那个裁决已经出了来, 过往一直做的做法, 是否可以沿用, 以至是其实, 已经确认了新闻工作者, 做新闻採访这个权利, 既受基本法保障, 亦都是对于其他一般的条例的执行, 是有一个所谓凌价性, 或者有一些比较高的地位的话, 那是否已经足够, 那如果当局说是足够的话, 那是最好的, 如果他说不是, 要有一些行政的措施来, 有一些转变, 或者其他, 那我们希望他都愿意和记协去谈这个问题, 会否建议, 可能申请查冊, 加回新闻用途的选项, 会否有这些方案件,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案例确立后, 以往我们做的事应该继续做, 那就是我们以往觉得不清晰, 或者可能有一些少少, 我们不知是否包揽了新闻采访, 其实根据判词, 就真的应该包揽了, 所以你问我, 其实是清晰的, 就是我们现在继续做回, 我们在蔡玉宁案之前, 那个做法已经足够了, 但如果他说, 不是, 我都是有点担心, 你不如用新闻采访会是怎样怎样呢, 那我们就可以再去谈, 或者我们都可以某程度去接受这件事, 但希望前提就是有个咨询, 有得谈, 以及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不同, 正如蔡玉宁案一样, 其实大家想买车, 都自己可以查了, 那为什么做新闻, 要另外一项来查, 或者要一些其他的, 如果有一些其他另外的关卡, 是不是好呢, 其实都不是, 所以我认为, 如果一个案例已经在, 就就是说, 这些查册, 其实都应该接纳新闻, 做一个诚实, 而且是一个合理的理由, 继续做回这件事, 那你对于年任自己的主席, 会否有担心和心情如何呢, 另外会员人数方面有没有下跌呢, 其实跌了多少成, 会否担心未来继续营运的可行性如何呢, 好, 我自己不担心, 如果担心就不会来算, 不过当然记协, 我们经常要讲的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, 看来这个议题在今日的香港社会, 不是一个轻松的议题, 不过我们继续有记协, 也都继续在那儿的话, 我们一定是会继续关心,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, 也都, 譬如我们近日, 就麦彦亭女士那个个案, 我们都是想讲, 其实我们是关心任何一个记者, 在她做人采访期间, 如果受到一些的拘押, 如果受到一些拘捕, 她那个的情况是怎样, 其实任何一个记者, 我们都会关心, 无论她是不是我们的会员, 无论她是什么背景的记者, 所以这里完全不存在一些什么对抗, 或者其他的意思, 会员人数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 我们现在全职的会员人数, 即全会员人数, 所谓正式会员是220多人, 其他的会员人数就比较琐碎, 加上是大约三四百人左右, 这个会员人数是比我们三年前的时候, 是少了很多, 这是事实来的, 感受的影响很大, 有很多不同规模的传媒机构结束, 有很多行家不再做这一行, 有很多行家移民, 另外一个我们很担心, 和比较伤心的就是, 我们有很多学生会员, 他毁了业之后, 他没有再做这一行, 所以这些人数都不断跌得很厉害, 我们没有低估过, 今天继续做新闻工作的困难, 这也是为什么记协业继续在, 就是因为做的环境是艰难, 做的人也都少了, 少了, 我们如果行家要有保障的话, 记协可以说我们一定会去帮大家, 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, 至于你说, 新闻的整体环境, 我想大家都会看到, 今天很多工人团体, 压力团体, 政党不见了, 大家去采访新闻的, 采访的数目都少了, 各样东西都令到新闻环境困难, 但是我依然相信, 香港市民是需要新闻的, 有很多社会上的困难, 或者事件阴暗面, 或者其他地方需要记者去报道, 我只能够希望同业们和各位行家们, 我们继续努力, 记协只能够站在后面, 如果大家有任何困难, 我们去帮忙, 亦都鼓励大家去做, 有其他问题, 会员有没有说, 他们现在对记协前面有何担心呢? 记协, 我们最简单是很认真, 当我们会员少了, 而我们亦都很认真, 我们近几年都无再扮我们周年晚宴, 我们的财政是困难的, 困难的情况是我们其实捱不了十年, 如果以现在这样, 我们去支出和我们会员人数, 所以我们是要想办法, 要去开源折留的, 我们要去想办法, 令记协在财政上继续走下去的, 如果不是其实无任何其他压力, 我们自己都营运的困难, 不过记协作为工会, 我们在找资源上有很多很多限制, 所以我们都要很从长计意去想清楚方法。 其实除了记协可能都面对一个财政困难的问题, 其实不少独立出来的媒体, 其实他们现在都有这个问题, 他们可以怎样生存呢, 还有无空间给他们自己营运呢? 媒体这里我的看法是这样, 独立的媒体, 小小的网媒是生存得很困难, 因为我们过往在香港通常新闻都是无价无上的, 大家不用收费的, 但是市民观众不习惯长期付钱去支持某一个媒体,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, 其实那个生存环境是很困难, 所以我只能够希望呼吁市民, 真是要思想, 如果你是很支持某一些媒体的话, 你对他的支持要真是有一些实质, 可能是金钱上长期订阅去支持他们, 如果不是其实做新闻很难找广告, 做新闻亦都是一个可以说是蝕本生意, 但大家一定要想我们社会如果有一天无新闻的话, 其实是运作不了, 亦都是对香港的损害很大, 所以可能希望我都呼吁市民大众, 读者朋友真的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态, 多些去帮手去帮这些媒体, 因为有资源下去, 大家才可以继续做新闻去采访, 继续做一些直播或做一些深度的报道, 来去保持社会的真相。